大家好,我是派克曾医生 最近换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来 拼多多22岁的女员工凌晨猝死 那么巴拉拉小摩仙的女演员孙乔璐 25岁的年纪也猝死了 为什么这么年轻的人都会猝死呢? 那么曾医生今天来聊一聊 年轻人猝死这个话题 那么在2020年的2月份 中国急救医学杂志上专门发布了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分析了5516例猝死人群的一些特征 可以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作用 那么猝死耗发于极端天气的冬天或者是夏天 猝死最常见的三大病因分别是 心热性猝死、脑原性猝死和肺原性猝死 那么心热性猝死又以冠心病排在第一位 那么15到31岁的年轻人 猝死的最常见的三大原因 分别是心肌病、心肌炎和冠心病 都是心脏方面的毛病 那么猝死之前的症状往往表现为突然发作 或者是休息睡眠当中 表现为呕吐、呼吸困难、头晕、胸闷、胸痛、腹痛等等症状 猝死最常见的两个诱因分别是情绪激动和劳累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千万不要生气、不要着急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要劳累、不要熬夜 真的会把人给累死的 从拼多多22岁女员工去世 以及她们官方的回复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只有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连续的加班、过度的劳累、身体已经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马上停下来 即使把这份工作辞了 也要停下来 生命是最重要的 关注我 关注PregSense 每天进步一点点